上海王秋库特地来重庆吃豆花饭 菜场里有一家老店 但是这个味道感觉怪怪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秋库 那么我现在在重庆的解放背部行街附近 带大家来尝一尝重庆的当地美食 晚上的重庆还依旧是非常的热 车流不息 狭期的热闹 马路上就有卖菜的 找到了 就在这条巷子里面 一个菜市场 一个菜市场里面 虽说来重庆不吃火锅 是对重庆的不尊重 但是今天没办法 我先吃一家这家店吧 有价目标 有价格 它这个是线下去的一块地方 外面还放了几个桌子 看一下它这个豆花饭 一直看别人吃 嘴巴很馋 今天终于能尝到了 阿姨 你这店开了多少年了 28年 我现在坐在了街边 晚上微风拂面 看看市井生活 非常不错 这里办家也是他们家的 这个构造相当奇特 感觉是从窗子进去的 感觉里面好像以前是麻将桌 店虽小但是态度非常好 好 谢谢 看一下一个豆花饭 炒了一个回锅肉 现在尝一下这个回锅肉 让它辣少放了一点 有豆干 有蒜苗 感觉像是用腊肉炒的 炒得非常干了 比较适合我的口味 还是带有一点辣的 只有肉也是油里煸过的 外脆里嫩 很香 肥的也是挺肥的 不过只有肥的吃的才香呀 这个饭尝一口 那你整住吧 饭比较一般嘛 看一下重庆人是怎么吃豆花的 看对面重庆人用筷子加豆花 感觉很容易啊 那自己家总感觉很容易碎的样子 来小心翼翼的尝一口 这个豆花饭我还是第一次吃 这个豆花好像比我们上海的要老很多 这个酱料呢 有花椒 有很多油 还有辣椒 这豆花口感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酱料怎么吃着怪怪的 而且在我印象中 这个豆花饭的酱料好像应该是红彤彤的嘛 它这个好像总感觉放了很多韭菜花 偏绿一点 那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这还得让重庆的朋友来界定一下呢 看看对面那家本地人吃的 都是小炒 豆花是当汤来喝的 吃完逛逛这里的菜市场 东西还是挺全的 什么农产品都有 刚刚那家店虽然很破旧很小 但是这个非常接地气 来的顾客呢 都是和他们说本地话的 他的态度也很好啊 每次都是会 要的要的 像这种小店呢 吃的就是一种市井器 和一种小时候的回忆啊 非常不错 好了 那么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打开这位 上海王秋库逛重庆最大夜市 吃了三种美食花了多少钱 这氛围上海看不到呀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秋库 那么我现在在重庆市区 最大的一条美食夜市街 带大家一起逛一圈 地铁石桥补站下来 花了十块钱 感受一下重庆的小摩迪 老坦克下来 到了这边本地人推荐的 重庆最大的一条夜市街啊 哇 现在晚上十点十一点了 沿街都是小吃摊呀 在重庆这条街很有意思啊 白天安安静静 晚上却热闹得一塌糊涂 这条街也是公认的 重庆最大的夜市美食街 而且还是在市区 它呢就是科源四路 这里也是很多 重庆人的夜宵首选 火锅串串烧烤鱼 一不小心就容易迷失在这里 看着小龙虾 烧烤 海鲜馆 吃的价格 烤鱼 石锅鱼 传传香 吃火锅 还是烧烤受欢迎啊 哎呀真是热闹呀 上海可看不到这样的夜景啊 还有卖山东煎饼的 这里还有几个海鲜大排档 这点呢晚上怎么胃口都这么好呢 火锅烤鱼 炒米粉烤脑花 烤一碗凉虾五块钱 放了点色的嘛 这是那个红糖 好红糖 一直看人家平台上面吃这个凉虾 我今天也尝一尝 好奇妙的口感 看一下这个价格 15块钱 9块钱 9块钱的串餐 从天津上面弄下来感觉好少 就放了一点点的蜡 这是鸭肠 是不是有点像猪天鸡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 还是比较入味的 这是那个乌鸡肉 刚刚那个是鸭针 这个是乌鸡肉 还有莴笋 烤脑花 多少钱 18块 18块 加的料还蛮多的嘛 里面 然后锡子包起来 放在炭火上面烤 烤好了 烤了差不多15分钟 哇 这个颜色真是太诱人了 来尝一口 不知道辣不辣 麻辣的 但不是很辣的那种 基本上已经吃不出来什么老花味道了 就像老豆腐的味道一样 太好吃了 这个吃的上瘾 但是吃上去一点都不辣 好神奇 我居然也能吃辣了 好了 饱餐一顿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也可以在评论区秋库进行交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大家接位 重庆开了40年的小饭馆 30块钱4个菜 真是羡慕重庆这边的物价呀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黄修库 带大家来吃一家重庆 我吃完觉得味道非常不错的店 我现在在重庆市中心的新华路 道门口附近 这边有一家苍蝇小馆 非常有名 就在这边二楼 只开到中午三点 来吃的游客 还是蛮多的 看下这个酱目点 跟阿姨说之后她会把你拿 这个什么 鞋子 刷牌鞋子 这是他们厨房间 刷牌是从村楼里拿出来的 这里面的服务员我估计有十几二十个 重庆市都比较热心一点 我拿了这四个菜 烧白就是梅干菜扣肉一样的 就是黄烧大肠 这是三丝 里面有萝卜丝 海带丝 粉丝 还有这个拌茄子 这生意相当了得 下午一点 先尝一下这个烧白 刚从蒸锅里拿出来的 肥瘦相见 嗯 梅干菜 这个味道真的是绝了 太下饭了 吃这个菜不如自主的要挖上两口饭了 这个红烧肥肠 尝一尝啊 感觉洗的很干净了 很嫩很香 没什么异味 也不是很辣 里面还有这个黄豆 这个茄子 它上面这个是盐巴还是味精啊 那自己稍微拌一下 尝一下 还放了点蒜 非常的香啊 夏天吃得很清爽 同样的凉拌三丝 也稍微拌一拌啊 这感觉一拌了 好像没什么味道 那重庆当地市民呢 都会有这么一句话 来到重庆 你不吃火锅 简直是对重庆的不尊重 我呢 也不是存心不尊重啊 一个是我这次是一个人过来的 因此呢 吃火锅好像也不太合适 所以选择一家这么接地气 也有重庆特色的小店 吃两个炒菜 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嘛 大不了一会儿我去特产店 买几包火锅底料 也算是这次不虚此行了 这客流是不断的 一直在往里面进圆 这生意真的是太好了 这四个里面最下分的 还是这个菜啊 梅干菜 你看这样吧 菜往里面一加一半 哎呀 再搞一瓶冰镇的北冰羊 这个搭配非常不错啊 像我这种低碳水朋友 今天也忍不住了 今天其实胃口比较一般老 但这个菜实在是太好吃 太下饭了 又来一碗 像我这四个菜里面 就肥肠稍微贵一点 14块 你如果在这里花个50块钱 我估计里面的菜可以轮一遍了 其实像这种店 也有它的这种独到之处啊 做了这么多年 就做这几个品种 也不开发新品 但是就把这几个菜啊 做到极致 吸引这么多人来吃 也是一个不错的经营方式啊 哎呀 饱餐一顿啊 感觉回家健身房要多去两趟了 好了 那么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喜欢秋库的 也可以点关注 点个转发 也可以在评论区秋库金交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打开这位 差点就来不及了 东航的飞机早餐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秋库 那么我现在在重庆的江北机场 那么这次来重庆呢 我打算做一个两天的游重庆挑战 那么预算是200块钱 看看够不够用 那么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出发吧 好了 现在上地铁 重庆的地铁那边还有放行李的架子 这辆车跟上海的四号线很像 紫色的 哇哦 有种坐高铁的感觉 好高啊 重庆的街边有很多卖望远镜 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啊 哇 朋友们我进城了 重庆好多高楼大厦 建设的真好啊 哎 正好经过重庆的地标性景点 解放碑 我来一睹方容一下 好多人在拍照啊 我发现重庆的美女也很多啊 相当于就是上海的南京路了 这里也是商铺云集啊 非常的壮观 上午就吃个弯杂吧 选了一碗不辣的弯杂面 16块 重庆的步行街和上海的步行街 最大的区别就是这边啊 耳边基本上都是本地化 那么上海呢 都是外地游客的外地化比较多一点啊 像这边啊 就耳边经常会听到 来到重庆 吃个火果 黄秋裤这个皮娃 长地好甩哟 前面在街边的小卖部 买了一瓶这个卤茶 居然有8块钱 这里有卖芝芝花的老奶奶 感觉有点迷路了 这导航 往下一看 一层接一层啊 怎么会把我倒到这种地方来呢 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条路 因为导航倒不出来 导航倒不出来啊 这里三层城 刚从22楼坐下来 又到马路上面了 这个阿姨说呢 一只往前走就能到了 红牙洞也是重庆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啊 是重庆传统吊脚楼建筑 看到非常多人在排队了 已经 红牙洞越死街 踩个耳 踩个耳 刚刚掏耳朵花了60 还掏出了一颗顽固耳屎 真是塞衣啊 其实在古代 红牙洞这边原本只是一个洞啊 后来重庆人越来越多 前来讨口饭吃的人也多了 并且看中红牙洞一带能遮风挡雨 而且空旷幽不潮湿 于是呢 这些工人就在这里安家 并建起了吊脚楼 但随着时代变迁 吊脚楼居民也逐渐搬走 这里也重建变成了景点 红牙洞真是上去不容易 下来更不容易啊 电梯挤了半天 现在去下一个景点 你们这个重庆建设的真是 非常不错 我从上海过来 比上海啊 看上去还没有 是夜景 从前到现在 主要是打造的是 一个盘 现在打车 下来到了观音街 带大家逛一圈 这观音桥步行机也太大了吧 搞得我有点分不清 东南西北了 好多吃的呀 这个牌子299两双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哎呀 实在太可太热了 买一杯吧 18块 还看到一个溜草泥马的 观音桥广场 果然有一座观音桥啊 这座观音桥我查了一下 好像是建于清朝 以前这里有一座庙 叫做观音庙 观音桥旁边一个音乐喷泉 观音桥里面有两条好吃街 都是一些比较商业的小吃啊 我就不都进去了 没什么好逛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星级酒店啊 好大一面镜子 这里还有一面镜子 这边又是一个圆的镜子 怎么这么多镜子 沙发 双人间 厕所也很大啊 心情好可以泡个澡 这里是淋浴间 旁边还隔了一个卫生间 这里还有没有镜子 那么这次之所以能住上五星级酒店呢 是因为这次是过来重庆参加一个活动啊 是过来领两个奖 那么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 前面呢领了两个奖 不过呢 因为不是这个平台的 所以呢 这个奖我就不方便晒了 好了 今天是第二天早上 来到酒店的自助餐厅 拿了这些 好了 第二天办了退房 早饭呢 也省了 现在去剩余的三个景点 第二天的第一个景点 重庆18T传统风貌区 现在也是改造即将完成啊 9月30号就要开街 说到重庆18T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 那时重庆城内开始修筑石梯 关道 联通上下 活络交通 从此18T作为往来的交通要道 百叶兴隆 商古云集 不过自2000年以来 随着城市的发展 18T也变得老旧跟不上时代脚步 因此从09年出方案 到今年即将改造完成 18T完成了蜕变 修旧炉旧的基础上 还增加了商业街 相信之后又将成为 重庆一个人际景点 新姐阿姨告诉我 这个18T旁边 还有一个18T隧道 这个在以前是一个防空洞 也是一个遗址的 积极防空 这个洞保护了很多老百姓 这里能看出 重庆的防空洞 还是蛮多的 这边还陈列着一些手榴弹 炮弹 还有这个薄壳枪 还有它的子弹 然后这上面 因为还没有完全建成 还没有开放 这里面估计是保留着 以前那种防空洞的一处结构 重庆的市民 还有外地游客 过来开放的时候 可以进去看一下 现在来到今天的第二个景点 代家巷 悬崖步道 估计爬到上面 我又要豁出去半条命了 这个悬崖步道 也是最具重庆特色的步道之一 过来重庆玩的朋友 可以过来爬一爬 建在悬崖上面 非常的壮观 很有特色 可以俯瞰嘉陵江 在悬崖峭壁上面造楼 重庆人真的是 太加工了 这个吊脚楼最高的悬空高度 可以达到300里 感觉200块钱 重游重庆是根本没有问题 像昨天我就用了100块不到 今天绰绰有余 现在走了两公里 来到了这个轻轨站 体验一下重庆的轻轨 真是想象不出 这居然是一个地铁站 后面是一座山 果然是要爬山上去坐地铁 这个构造真的是 你看这个离子坝地铁站下面 很多人都在这边拍照 确实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景点了 好 列车来了 就等这一刻了 完美 好了 那么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阅转发 之后呢 我还会分享更多重庆的视频 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看到这位